欢迎收看8月9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杨子轩 新闻一开始带你来看到 花莲县政府9号在花莲县政府大礼堂 举办113年花莲县疫苗祭文化活动记者会 县长徐真卫亲自宣布疫苗祭活动 将在8月21号到24号展开 除了传统习俗的解饿祈福放水灯仪式 以及吃平安周外 另外也规划了立体创意赛神猪与画我客家着色比赛的成果展 客家八音演奏以及社团艺民文化创意表演 以及品尝客奖美食等活动 将带领大家体验不同以往的客家祭典 现代学者表示 家人感其实一点地从生活当中累积起来 而父亲在家中扮演着关键的重要角色 全新呵护养育子女 发挥家庭的亲子功能 发挥们付出与奉献 值得大家尊敬及感谢 在特别日子里 希望全家大小能够在海洋公园玩得开心 共度充满爱与温馨的家庭时光 也祝福前前下的发挥们 父亲节快乐 每一天上班其实是在为地方上所有的伤心解决 灵魂解决民众的问题 而且在为地方继续建设来努力 所以我要再一次谢谢爸爸妈妈 还有谢谢我们华丽县社府的同仁兄弟姐妹家人 更谢谢我们爸爸妈妈 我们的同仁生了好多孩子 今天真的华丽县社府活力无限对不对 是不是给仁师储每一年为了我们母亲节 父亲节还有我们亲子的活动 还有为我们华丽县社府的我们的家人兄弟手足 能够安心的在仁师储服务 创造了非常多的演习 还有非常多的福利 是不是给我们仁师储掌声一下好不好 当然每一天在母亲节我们都相当的尊重 我们的各位母亲或父亲要如何去欢度 所以在这次的统计里面 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期待到我们的这个海洋公园 尤其这次海洋公园又有新的这个设备 还有我们全国唯一的那个美人鱼 欢丽县府人事初表示 欢丽县府致力与提升同仁们生活品质 期盼就有活动的举行 凝聚团队的力量 也希望每位同仁们在忙碌的时候 也要平时抽空多陪陪孩子以及爸妈们 培养亲自恋的感情 多给家人们温暖 以及正面的支持与鼓励 实践积极 尊重精进 合作以及感恩的核心价值 共同营造我们小的花联 接着就欢迎华丝不倒